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 各位我是杜萍 今天继续给你读报 今天的主要的内容还在跟乌克兰 那么法国 德国 意大利三国领导人 前往乌克兰访问表达支持 但与此同时就在同一天 俄罗斯再次减少了对夺国的天然气供应 我们先看一下国际聚焦 看一下这个昨天欧洲比较大的新闻 这个新闻为什么那么大 是因为三国家领导人一起去乌克兰 而且是第一次去 那么这次他们也是一个 实际上是作秀成分比较多一点 因为欧战事爆发之后 这三国领导人这是第一次去 而且一直被泽连斯基总统所批评 甚至是斥责 那么对法国 对德国 对意大利 给予这个乌克兰的支持 但是他 泽连斯基一直是不满的 所以他们这次是带着 好像带着很多的罪过去乌克兰 然后向乌克兰附近请罪的这个味道 当然就是在会见的过程当中 这三国领导人当然是再次表示 继续支持 只要你这个战争打多久 我就能支持你多久 而且还说马克龙说了一句 非常可笑的话 跟过去讲的话是完全不一样 过去讲就是这个要通过谈判 来解决问题 鼓励你跟普京总统去进行谈判 但是昨天说的话完全不一样 他说坚决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 甚至把克里米亚半岛再拿回来 这可能是不可能的 但是为了要表态 表态支持乌克兰 不让再 让泽连斯基再骂他 所以他说的什么话 好听就说什么话 同时呢 昨天三国领导人还做了一个表态 说支持乌克兰以这个候选国的这个身份 就是排队加入欧盟 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漫长的 这个要做好准备 所以反正什么承诺都做了 能不能实现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至少在这一次 在当下就不让泽连斯基再继续骂他了 这是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 另外呢 就是当然跟石油价格有关系 跟能源价格有关系 昨天我刚才不讲到了 就是在法德裔三国领导人 前往乌克兰之前和之后 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公司 两次减少了对德国的这个天然气的供应 德国很敏感 说这是故意的 我估计可能就是故意的 但是俄罗斯说这个技术上的原因 另外一方面 对欧盟制裁俄罗斯石油的问题 过去美国一直在支持 坚决在推动 但是现在发现这个问题出来了 问题什么呢 就是欧盟不买俄罗斯的石油 使得石油的价格上升得更快 那美国在当中所蒙受的损失就更大 所以对布鲁萨尔 也就是欧盟所做的这个措施 有点担心了 有点担心了 好 另外一方面就是中俄元首 前天不是举行了电话会谈嘛 那么中方和俄方在发布新闻稿的时候 内容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不是说分歧 它是说侧重点不一样 但是呢就是把这两个新闻稿 并在一起那就是完整的画面 每个国家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其中一些内容吧 这是媒体已经注意到了 这个其实没什么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另外呢就是美国对中国做出批评 说你站在俄罗斯那边是站在错误的一边 但是中国进行反击 中国站在公正的一边 历史会做出一个最终的结论 好 香港的经济日报 讲到说美国现在在西太平洋地区 搞大规模的演习嘛 然后出动了航母啊 对中国发动 反正是威胁等等 这个事情其实每个人都知道 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涉及到东莞有一家 美国这个鞋厂 这个品牌是美国的 在东莞一个工厂嘛 工厂里面有一位维吾尔族的女工 那么就是美国海关查到了说 这个女工是不是在那边 有这个受到强制强迫劳动啊 你要必须要提出证明出来 不然的话我这个海关 就不能让这个鞋子进口啊 进到美国境内 这个比较有意思 这个鞋子是美国的 只不过在中国生产 说这个在东莞 有个什么强迫劳动等等 人家现在巴不得劳动 现在没有工作 所以呢这个美国的海关 是正着挂帅 哎呀 好 另外一方面呢 就中兴公司和华为的 那个电信设备 不是在美国几年之前 就已经遇到障碍嘛 特朗普时期就出现了 就把过去的电信公司 所使用的中国的电信设备 全部给换掉 换成其他的 但其他的一些设备特别贵 现在几年一下来的话 那就发现了问题就更大了 因为呢太贵了 然后让他们自己的公司的预算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其实都是自找股市 我觉得都是自己找来的一些问题 好 美国前天加息嘛 加息很比较高了 那么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经济 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南华早报 今天在图版有篇文章说 可能会使得这个资金呢 从香港外流 因为美国的利息比较高嘛 所以都往那里跑 那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有的人认为说 也并非都是有那么大的可能性 那么对中国内地的影响呢 我想中国那么大的国家 在这个金融 在货币问题上 应该是非常的稳重的 不可能就是紧跟着美国的利力 来这个来行动 所以呢强调以我为主 中国货币政策 肯定是以我为主 好 另外一方面 就韩国这个加快推进 萨德基地 这个事情又出来了 我估计搞得搞不好 好像中国跟韩国之间的关系 多多少少可能会受些影响 好了 我们接下来呢 去看国际速报 好 刚才我提到的就是 美国提高利息之后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我刚才已经讲到 就是中国的货币政策 肯定是非常的稳重的 绝对是以我为主 绝对不可能跟着美国 这个利息的波动来变 主要是为自己国内的服务嘛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卫星 说看到朝鲜的风险里 其实就是一个地下核市场嘛 核试验的这个场地 也说已经是修复了 这个修复意味着什么 就可能会进行核试验呢 而且说呢 标题讲到说连续进行核试验 反正也搞不清楚 反正美国的情报嘛 反正有时候很准确 有的时候也是有点夸张 这是反正信报报道的了 就是荷兰方面呢 昨天宣布说 抓到了一个俄罗斯的间谍 俄罗斯好像是来自军方的一个情报人员 说用假的这个身份证 进入国际刑警 国际的刑事法庭 那到底要干什么 不知道 反正就是说抓到了这个人 这个好几个媒体都已经报道 另外呢 就是关于这个同性恋的问题 泰国现在好像就这个问题 好像这个所谓的 同性婚姻这个合法化的问题 一直在推动 有可能会通过 但是呢就是他们的这个 内阁政府 还有其他的方面 我估计可能不见得都同意 能不能在众议院 第一次通过啊 这很难讲 但是呢 如果通过的话呢 那就说明在亚洲地区 应该是第二个地方 这个婚姻 所谓同性婚姻合法化 第一个地方是台湾嘛 是台湾对吧 那么这个说明呢 就是同性恋这个 这个力量还是蛮强大的 这是另外一个报道 是相关的 我们就不想讲了 另外呢 还有讲到 就涉及到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啊 有的好多都是矿产嘛 而且都是比较贵重的金属 矿产 其中包括像钻石啊 其他的宝石啊 开采呀 都比较多 那么中国有一家公司 在安格拉 拥有一个这个宝石公司的 比较大的一个股权 但是安格拉政府呢 最近把这个股权给收回去了 那么这个收回的 这个收回以后 他讲就是要清理这个钻石行业的一些 这个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意思理由是这个 但是呢 就是把中国这个公司的股权拿走之后 结果会怎么样 会白白的被你拿走嘛 那这也对中国企业在欧洲 在非洲投资 其实又是一个警讯呢 非洲国家有时候在这个问题上 可能会确实给人家感觉 不是说特别的很稳定 我们先去下广告 欢迎回到邮报天天独 接下来的是中华聚焦 好 香港大公报 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在庆祝这个创刊 一百二十五周年 这次规格非常之高 习近平主席亲自发贺信 这个事 然后呢 今天呢 新华社又发表了个综述 就立言为公 文章报国 然后呢 就是香港回国二十五周年了 最近这几天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活动 昨天呢 就是紫金文化集团 举行了一个论坛 国际论坛 就也就主要是焦点 还是一国两制的问题 就是行得通 办得到 得人性 然后呢 港版副主任黄柳全呢 他也讲到 就过去对香港 没有什么信心的人 自己本身估计可能 也很难成功 就是说打赌 香港会失败的人 不会赢 然后说这个 国安法 对一国两制 没有任何损害 接下来呢 就是马上就要上任的 香港特首 李家超 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就是班底的组建 然后呢 就是黄六全 也在这次论坛上 讲到说 中央充分信任 李家超 先生 然后呢 也是涉及到 25周年回归 梁振英呢 讲到说 未来啊 就是涉及到一些政治问题 尽量不要谈了 把话题 要转移一下 意思就是说 其实也就是把 香港的工作的重心转移 从过去那种 比较纷争的 分歧的政治的讨论 没有是什么好处的 没有什么益处的讨论 转移到 经济发展这方面 这个是 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言论 新导日报讲到 就是说 这个引用 其实是内地文章 说这个动态清零 是防御啊 就是个大人症 就是引用了 毛泽东的哲理 这个文章呢 实际上是网信办 发表的文章 在他的网站上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然后涉及到就是 当然就是在这个 前几天发生的 在河南所谓的 这个健康码 变成了个 维稳码的问题 这个大家其实感到 还是想不通 而且这个事情 还没有查出来 这个然后河南呢 这个纪检委呢 要这个卫健委 记自查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到底怎么发生的 这个在国内反响 还是很激烈的啊 就是因为这涉及到 这个健康码 涉及到抗疫 本身的安排 而且涉及到 个人隐私 如果说为了 维稳的这个民意 把这个健康码 给它变成颜色的话 这是非常不好的 而且我要追究责任啊 一定要追究责任 好 我们看一下 很快地看一下 中华速报的一些内容啊 就是唐山 不是发生了打人事件吗 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 这个举报都出来了 有的人说的唐山 有个白衣人呢 曾经跟副市长吃饭 这个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都需要调查 因为现在这个很多的问题 都是在存在了很多的疑问 整个的社会都需要 就清楚明白的一个交代 当然这个时间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网民呢 都会对这个打人事件的背后 存在着保护伞 这个事情 普遍都有这种看法 所以如果说警方 政府如果重新赢得 老百姓的信任 我觉得必须把这个事情 搞清楚 然后呢 唐山打人事件 市委书记说要认真核查 群众反映的问题 这个必须要做的 然后呢 就是中国内地啊 不少地方的公务员减薪 这个导致有些人 当然很不满了 就是说你减薪 大家没有一个人是满意的 所以山东 好像是烟台 还是什么地方 有一些老师 举行抗议示威活动 然后烟台开发区啊 它的交易局 工作人员说 这个这个事情 已经妥善处理了啊 这个已经安抚老师了 已经这个听到了 老师们的诉求了啊 教学正常 然后再涉及到 九儿共识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 我们大家都很关注 朱立伦在美国访问的时候 涉及到九儿共识 说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被很多人都广泛地批评了 而且国台办 也做出了一个反应 就是不要扭曲 九儿共识的这个精神 然后呢 回到台湾之后 现在的台湾国民党内部 已经对这个问题啊 就是穷追猛打 包括马英九在内 就反驳朱立伦 说九儿共识 是有共识的 这个有共识 什么共识 就是一个中国政策 至于怎么来解释 双方各自解释 这是个共识吗 怎么可能没有共识呢 洪秀柱也说 九儿共识 就是白纸黑字 就是个历史事实 怎么能否认呢 所以作为党主席来讲的话 朱立伦在这个问题上 确实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内容呢 主要是讲什么 就是墨西哥有一批医生啊 这个出于善意嘛 善心嘛 慈善嘛 就威胁儿童呢 就断肢的儿童 就是做了3D打印的这个甲值 就帮助他们 这个倒是一个非常好的 而且非常新鲜的事情